早晨, 大家好, 現在是6月1號早上9點40分 做完初選, 其實花時間初選不是很久 因為早已做了, 排位前已經有一個範圍 反而我在看天氣, 接下來幾天都是有雨 但不是很厲害的, 不過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好像大雨 預計會是一個好像黏地, 沉似黏地的場地狀況 應該會有雨的, 看看到時會不會正正常常 一個黏黏的地, 又落下停下, 變成一個難追的場地 那就麻煩了, 因為它是B難 好了, 跟大家看看頭場, 四班千六米 先看看, 頭場賽事就是四班千六米 十三隻正選馬, 裏面有1, 2, 3, 4, 5, 6, 7 有七隻馬是減兩分或是以上的 另外也有三隻馬是減一分, 只有三隻馬是沒有減分的 所以這三隻馬是怎樣都要選的 正常人的想法都是要選的 步足方面, 我估計是沒有的 是一個暗漫的情況 所以可能會益取一隻, 至多一伏 因為我問你得勝多, 先用王志王 濕地應該不怕的 王志王胎齋也是濕地 他敗在達斯布朗摩下線, 敗在赫斯布朗 那些紐西蘭種, 全部都是下線紐西蘭 但之前跑過的黏地, 跑得一般的 評分上已經沒什麼優勢了 偏偏減了十磅, 便足夠了 而且他能夠守好位跑, 會贊的 可以爭Q的 二號馬, 人人之寶, 用潘頓 我唯一擔心這件事, 他濕地完全沒問題 但我看到他上次跑千六米真的不太到 本身跑千六米也不太到 除了濕地、遠地的千六米是更加難的 輸給法座大師輸很遠 一騎下去是完全不夠氣的情況 我有點擔心這件事 如果臨場大雨的話 我想我未必會拖他的三龍彩 四龍彩勉強領一票 三個馬, 年年有福 這隻是Tavistock的兒子 末代Tavistock, 下次是Northmedia 又是濕地、泥地、 完全沒問題的馬 千六米會贏, 千八米會跑位置 上次的千八米他跑了第三名 輸給巴基茲, 周遊烈哥 真是不頑皮的, 跑龍船快 當然跑龍船快是激死我 龍船快騎下去是沒有的 但始終這隻馬 我覺得他濕地完全沒問題的 鬥志好鮮明的 位置, 被動 但應該可以繼續爭位置 鄭俊偉是有馬配合而來的 但我覺得這隻馬是拖腳 四龍彩北海道 下先也是Northmedia 滿樂時的兒子 濕地也應該沒問題 或者擔心他有沒有長力 因為他母親和兄弟姊妹 去到1200米 母親家族去到1200米 擔心這件事是三歲仔 三歲仔, 這麼快增程 加上下雨, 十三檔 所以我放在第三選 計能力的, 這隻馬應該是不錯的 但有點擔心他近況 5號, 即是進度 5號馬, 這隻XNXL 是天進寶 為何會被何澤堯跑 何澤堯跑阿塞的馬 連續跑三次, 一直增程上去 但暫時狀態還未夠 她母親是去到2000米 她沒有加速, 應該是有點長力 但我有點擔心他這隻馬 好像還未夠狀態 只是擔心這件事 這個法國馬應該沒問題 但我覺得還要跑一下 但不知道為何這場位 就已經用了何澤堯 6號馬, 中橫16 我選了他, 原因是一個 他夠長力, 跑開1800米 跟著的位置也可以 留後排也可以 我覺得如果艾道拿也是這樣 鬥翅師明 3344 要拖腳 7號馬這隻 complexion 就是珍珠哥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但是呢 上場的第六名 回到來 雖然說 一堆馬近 但是 我覺得他跟中橫16差不多 我唯一擔心一件事 就是他的氣量 所以我選了中橫16 放在第五選步 選擇他 但頭柱四龍場一定會選擇 馬房的第一選擇 馬房第一選擇 是王牌的 那會不會這樣 我會有點懷疑 因為他的形狀 明顯在下跌 失敵又好像敏碎 這樣 所以我選不到他 但馬房出王牌出的 不知為何 不過計馬好像連年又福 好像比他的好 九個馬 武林至尊 之前說過幾件事 就是這隻馬 是1200馬 1400米 不太到 上一場也是1400米 騎下去 被人彈掉 到最後的時候 當然 他有點愛難去讚 回到來 也不是很好 還要增程炮1600米 我怕他不夠氣 狀態沒問題 但真的怕他不夠氣 十個馬 長長有 濕地 但是這些地 經常都突然間來了 Casino Prince 下線賣 Modern Ready 濕地完全沒問題 這隻馬 都說了幾貴 隨時不知哪場來 頭駐四龍仔 已經拖票 狀態已經粗氣了 光明仙區 這隻是Berlado的兒子 跑了十次 未得過 近都未近過 我想難一點吧 濕地會好 但也未必能幫到這麼多手 至多福 上場在內蘭 是一個基本上只有他一隻能夠頂到尾的馬 你看 外面那些馬 全部通過了 裡面那些馬 可以通過的 星河小子 勁快聯盟 那些 他根本是一隻有能力的馬 但他健康 經常都有問題 以前 在希斯道的時候 又受傷 去石哥道的時候 又是要搞搞老 這場馬 要蝕分來跑 要蝕分來跑 要蝕榜來跑 但用鱗仔 第二樣是 好檔 跟好位 前面 塞備特階 這隻馬 這隻馬 應該有20-30倍 贏的 沒贏過 但剛剛 那隻 危多福都贏了 所以看這次 至多福 跑成怎樣 希望可以再幫馬主再贏馬 這隻馬 真的等了太久了 13個馬 郭大俠 他是有點蠻勁的 但是 來到香港之後 試雜試得好 真棒不太好 看完小馬 1 2 3 4 6 10 12 都要選擇 我選一隻 跟前一點的 至多福 然後就得勝多 兩隻馬 都不是那麼穩陣的馬 北海道要增程外檔 年年有福 就是外檔 又是要追 這隻中環16 用艾杜蘭 騎斯未贏過馬 投場賽事 我覺得只看馬 會好些 但如果要 搏一注 WIN PLAY 就刺多福 然後看看馬 算數吧 看看它的偏差 我怕是很難追的偏差 來到第二場 四班籤 而不是捕捉方面 一定會快 有隻顏色王子 和駿王星 駿王星明顯比你那隻 顏色王子 一路馬 名門望族 黎地原來這麼厲害 上場 我陸保掌 如果沒有幾組 就被他殺了 因為我也有選擇 紅利 有選擇 駿王星 結果 就被他 傳譯唯一隻 可以後追到的 黎地 只有他一隻 贏了馬 之後 加分 應該有少少壓力 上場 好像很厲害 有沒有打搭呢 冠頭馬房的馬 小心 只是怕這件事 但是計馬 四龍才要拖 二龍馬 加州位成 其實我一直都說了很久 我說這隻馬不厲害 他是一隻四班馬 三班不夠跑 兩次都是賺回來 那兩個位置 下次東西 Hello 美國總事 所以呢 應該來地沒問題 涉泥集也很好 評分也開始有優勢了 但是 陳佳希也不再用 只有一隻小子 你想想 如果用只有一隻小子 是不是可以減多兩磅 如果是可以的話 會不會有其他人 這樣想 三個馬 這隻是張登傑彩 排了一個衰檔 十二檔 這隻馬 根本是有評分優勢 有班 有狀態 有能力 總之 做好了 這隻馬 最近也試了貨集 很輕鬆 從前面走回來 明顯這隻馬 搞定了 但是十二檔 難搞 所以放到第四次選 四號馬 這隻是好玩復星 又是用戴文膏 我之前說過戴文膏 你不要看到他的級數這麼高 我說過 其實他是厲害 他是未必有艾道拿這麼厲害 但是 那些人當他是神感霸 因為初出那天 那些馬 尺尺薄 看到他這隻馬 曾經有一個巨冷 跑第二名 但是之後未得過 好像操不起 我擔心 五號馬 動感先鋒 STARWINESS 跑來地當然沒問題 下線還有BATESTA ROSA 基本上 這個褲系和外祖褲 這樣夾下去 應該是很好的 但是 用中奕黎 我怕跑低一點 他真的不太會騎馬 第一 第二 就是這隻馬 來到香港之後 在三班草地曾經近過 四場 都不太會騎馬 好像要下跌 這樣的階段 六號馬 有紅利 上次偷不到雞 沒辦法 被一隻 名媒望族偷了他 但上場我擺明 是有到進王升踏他的 位置 三踏七 三踏七 也有129元 見到他的狀態是做起了 不用放頭 留著好位跑 用到潘盾 排他的三踏 正路馬膽 進王升上次 我也是倒這單Q 這次就繼續倒 因為 金管這隻馬已經起了 還有評分也有優勢 而且這場 他應該很大機會放到頭 正常來說 看看顏色黃支 是否少他 正路馬膽 應該可以繼續爭QT 但是贏也未必得到他 9號馬 倍增勝數 布文這陣子好像 生了瘦 看著你們跑 長長馬都試襲 好像以前 莫雷拉一樣跑馬 見到他 近那三場 文化地 有點回落 狀態明顯 今次用到大師傅 但感覺上 狀態不是最好的時候 11號馬 這隻是顏色黃子 最近期 也跑到第三名 但第三名真的慢時間 很厲害 回到全龍區的 凝道白 全龍區上班 也不可以 凝道白 之前贏了一場 贏了一場 也不是太頑皮 但是那場馬 是跑了一檔 還要在五班 所以我覺得這場馬 未必足夠班 除非他放到出來 還要頂著一隻 晉王星 但我覺得晉王星可以 減掉下去 所以我就放了下去 第六七選 我剛剛提到一句 這隻馬 泥地很厲害 濕泥都應該可以 兩次排外檔 都追上去有勢 這次排回四檔 跟住好位 我覺得可以欠Q 10號馬 就是 轉馬房之後 都不覺得特別好 本身這隻馬 就不厲害 Daniel Fleck 是一個 給香港馬會 Black Lacey 的代理 好一點 但好像還未看到 任何氣色 12號馬 妙加輝 這隻馬 我跟Darcy Brown 也跟馬主語的朋友說 這隻馬 是追小顆 還有 泥地應該沒有問題 不過最近 試集很肯走 很肯追 輸給張燈傑彩 在外面追上去 追了很多 但時間偏慢 再之前 也是用阿倫仔 試下去 亦肯走 馬是有狀態的 硬是覺得 應該不是那麼短 夏年會好些 後面馬方面 奮鬥熊彩 應該減多分 41分 弓頂昨天追得不錯 但近方 是在這組裡難起作用 這場馬 步足應該快 顏色王子 晉王星 可能張燈傑彩 都會不小心 在前面 在前面 還有加州威聖 在裡面 所以我打算 首好位的馬 會好些 有紅利 近方非常之銳 認得爆 雖然濕泥未必好 但他能夠首好位跑 這場馬 但我中間也放了一隻 晉王星 有頒底和前置 然後 明媛望族 快步速過 可能又追到 張燈傑彩 是後追馬 但他試襲 放頭 都很好 根本狀態很好 要劏勢就是這隻 看看他會不會是 對於前面 走 顏色王子出來之後 按住 被晉王星 然後 帶了張燈傑彩 如果他留得太後追 我怕他追不及 所以 我覺得 合理一點 有紅利 迎到爆 和晉王星 6-7-8 第三場 獅子山 錦標 讓賽三級賽 只有六隻馬 跑 報速方面 應該正常 報速 應該是一隻 扇路斯星跑 扇路斯星在前面放 這次美麗同向 擺明出來做綁 1-3-5 但沒辦法 1-119分 沒有有效 上場 平榜 跑輸給 金槍60 輸過幾馬位 而跑贏一級賽冠軍 的加州星球 首先 不要理 金槍60 如何贏他 但他跑贏的加州星球 擺明是一級賽 能夠上名的馬 是厲害的 三級賽應該是兇的 只不過是因為 他讓人榜太多 只是怕這個 但是 他濕地完全沒有問題 這兩人講之後 好像沒有跑過濕地 但是 他拜 Sibling 下四分 June 也是一個濕地 完全沒有問題 他在ASCOT 贏過一場遠地 跑這個路程 我完全不擔心 剛剛也跑完一級賽 只是擔心我榜 不過 他能夠守好位置 你一爆下去的話 如果你的爆發力不夠強 他就 守住二三位 你過去不到 所以 是唯一擔心我榜 2個馬 非常閃耀 跟前都沒有用 近方一般的 不是以前最好的 他來香港的時候 也說過 這隻馬不差 但他的腳未必頂得順 但現在看來 不是腳頂不順 他的狀態回落了 我很早已經講這個問題 三個馬 這隻永遠美麗 比預期的進度 沒有那麼好 明顯 前一場贏得辛苦 贏那隻叫做 線路之星 僅僅贏得辛苦 然後上一場 在濕地 情況下 仍然是過了線路之星 但那時候 讓人三磅 這場馬 就讓人四磅 但怎樣也好 計算馬 也應該比線路之星 但是 他是不能夠再突破 要看他的臨場 不過我覺得他在這組 其實應該是 穩陣過 美麗同鄉 因為美麗同鄉 之前跑場 沙沙 富良人 他跑過第二名 今年也贏不到 因為他經常都要負重磅 這場 11月6號 他輸給一隻 壽樣20磅 今次他又遇到這個情況 但看來是美麗Q 四個馬 仙路之星 沒有平均優勢 但壽樣4磅 壽樣隻 永遠美麗4磅 在這組裡可以繼續爭位置 就是三重彩 四重彩腳 五號馬 北極光 根本很久了 但最尷尬 101分 下不了班 輸完這場可以減分 但是 上一場 他就是一個 呃 即是 他沒有什麼 跑錯的情況之下 狀態初起 流到落包 在內蘭捐 捐下捐下捐下 捐下捐下捐下 內蘭雖然有利場地 他都跑完街街運賽 所以 排除上 我都是排北極星先 街運賽 我覺得北極星是厲害 街運賽 兩隻馬都是變線馬 街運賽 就剛才說了 上場肯追 都肯跑一點 這場馬 他是虧分的 他應該十樣23磅 現在只是十樣20磅 是一隻邊線馬 他未必可以 一定贏到線路之星 因為線路之星會更前一點 但是 如果大家鬥暗漫熱 鬥爆那段外 他可能有權 搶到一隻位置 看完細馬 沒辦法 一對美麗一定熱 以及一定要選擇 這場馬 只買馬 這場馬 最好就是 5點多鐘 5點鐘 吃飯 最穩陣的 記住 頭場賽事是4點鐘 舉行的 不是1點鐘 只有6隻馬 看看到時候 跑得如何 希望美麗和他 季內贏回 先 今季 贏了800多萬 就是 未贏過頭馬 第四場 四班千二米 感覺上好像很簡單 這場有很多馬都未得 這場 捕捉方面我猜會正常 未必是特別快 一龍馬 水晶酒杯 排了三檔 應該是大熱門 上場遠地都可以 回來排到第二名 今次黏遠地 應該可以吧 輸給洋洋大道 跑洋閃得快 在這組裡夠用 可以爭Q 贏就不贏 贏就有點難 因為他的綁 有隻馬真的很兇 要馬刀刑月 就排了一檔 但這組馬 初出那場贏完之後 就未接近 就是一次 跑第四名 不知道哪場 試習 經常都不差 但試習不差 用梁家俊 一檔 要後追 我有點擔心 我沒有玩過頭五選 但後處四龍彩 媽T 又會建議拖回 三角馬 魔法速 如果可以的話 不會用嘉莉 我就是這樣想 試習經常都有少少少走勢 剛剛給張燈結賽的貨集 回來後 是不差的 但他經常都是這樣 不差 這次馬防的馬 他試進一閘 不是要不差 而是要試得好才行 所以我選不到他 四龍馬堅又威 排到十四檔 要害他 上次排到1200米 然後馬昆 是不是要給他剷上來 結果遇到快步速 在很厚的位置追上来 可以过到美丽缘分 亦都弹出了多多配合 用多多配合来做实力指标 所以四班也有好处 上场是快的时间 看回血统 Smart Mixer by Barrier Spirit 湿地完全没问题 完全会适应 只会拖脚 五毛马陆续光芒 用霍宏星换到辈率 但这款马就摆明配合 连少有威而来 第二件事 最近试这一集 在前面走很轻松 一只试集 经常有走势 用巴道试 用巴道试 然后一直都是巴道 巴道是否停赛 但Pierre和霍宏星很友善 小时候一起在马场里玩 所以霍宏星应该不会拆楼摊 一路走就行了 正常没有马会比较快 湿地并没有问题 不过Wall Decree 通常都是四岁打后更好 下场是Foxwretch 没有血统很简介 湿地并完全没问题 六个马 福国宝 跑1000米好像跑得不錯,但之前跑過1200米 但那場1200米真的不算特別,要在前面賺 要再進步一點才行,這次用布紋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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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熱 所以我硬沒放到頭五選中,但頭著四用水一定會拖回 和盈月一樣,可憎欠穩累 七六馬,大王寶寶,不要做馬膽,長期只限於拖腳,老馬 三四重彩腳,濕地完全沒有問題 這樣說完了,57分,59分都能夠不停上名的馬 最近其實太厚,追不到,減2分給他 但這個九歲老馬,沒有保留,是否和你搏的 隨時突然上名的馬,一定要拖的 八號馬進鋒,神燈光照 Satono Eilidin的兒子 這個一種在外地的視集都很好 這隻來香港騎進去,很一般,狀態還未夠 九號馬桂麗人生,初出那場跑到第四名 跑到第四名,不是很厲害,是很慢時間 在遠地跑到第八名,我覺得狀態還未夠 首先第一點,盡快還未夠,未必是很厲害 收口馬,進行星用矮道拿牌十三檔 肯定嚴短,千六米熟下來 但在濕地的情況下,它可能當千四位跑得很近 這隻馬,出絕之外,全程儲存在,不是跟你辣做的 這組馬一隻,七隻,八隻,是減了兩分 這組馬都亂得緊要 看上去,進行星用應該比較難,因為十三檔 但人一定跟你鬥,一定跟你跑 頭鑄四龍彩,拖回票 近況不算頑皮的馬 另一隻老馬,刀柏明區,和帝毫寶寶一樣 也是四班頂三班尾馬 最近看到他有走勢 剛剛那場,我一點都不驚訝 我當然有他 不是Dawin Pay,但QT一定有他 這隻馬,根本回來了,濕地沒問題 這次就是類似的情況 和帝毫寶寶一樣,我一起來兼顧 但只限於兼顧 十三馬高運,想幫他減分落斑 中距離前置馬,不知道馬逢在想什麼 十四龍馬,刀柯尼高,落斑才算 好似好一點點 好似好一點點 好似好一點點,這隻Tesla Rosa 最近騎士閘輸,輸得陸續光芒 輸得挺遠的,但稍好,騎下去 起碼肯走回,不過還是狀態未夠 後面馬方面,神行八變應該未夠 八卦,遇到濕地前置放出來 如果是被他捱到尾就可以了 但感覺上對手太強了 這場馬,預計熱門一定是水晶酒杯 然後腳方面,堅尼威一定有人拖 凝宇一定有人拖,復國寶一定有 德猴寶一定有,進行星啊 多百人之類都一定有 但我看到,陸續光芒用到霍宏星會換到賠率 第一,第二,前置 第三,既然有這麼多腳 不如就這樣陸續光芒 win play 我想有六七倍吧 怎樣都單Q拖一隻水晶酒杯在前面走 正正常上場地的話 希望可以這樣搞定 去到第五場,四班千四米 步速方面,我想是正常的 看看港南福將這次會怎樣 看來他應該不會放得出 應該是紅棕連馬最快 一號碼這隻是美麗寬星,終於來到四班 還要減7磅 很便宜 但我當時來香港之前 我都說了一番說話 他贏了一場金羊無錦標 有些人出得很高價,都不賣 但我當時就說那場1600米 第一,第二,他很慢捕捉 可能是跑得早熟一點 之後連續兩場都跑得很頑皮 所以我就說,其實這次應該賣掉他 我當時給了一個留言 但一直都沒有進展 不太適應 濕地會很厲害 但他要先跑得近一點 二號碼皮具先鋒 去年贏馬的姿態都很輕鬆 告訴我,這隻馬應該有些能力 但他跑了四場 完全不肯走 他好像操不起來 我想要難一點 我想要明年才算 三號碼,港南福將上場 竟然可以在前面走 均速回來,可以捱到尾 濕地很厲害 下線是Double 這次又是類似情況 但這次不會有一個萬步觸怪 應該是紅中列馬 他跑了十一檔 看他跑出來走 之後會走成怎樣 我會放回第四、五選 我覺得這隻馬是位置馬 四個馬 金鼓齊聲 上次成混吉 走入面 擺明混吉 但是這次他排了什麼檔 排了一個十檔 用潘明輝 會不會好一點 不敢說 因為始終他是很準 只是上場遠地不行 但遠地不關於地勢 是關於他走到內蘭的關係 但始終上場 也是真的跑得頑皮 所以這次用潘明輝 看看這次會不會跑好一點 但我擺不到 到頭五選 我會建議四同賽拖回票 我買起奧龍 用10磅仔 貴內曾經跑得近過 那時候狀態很好 4月15日之後 沒有再跑 亦沒有再試襲 停了幾天課 但功夫之後也正常常 在松花上有快跳 狀態OK 評分OK 優候OK 減10萬也OK 只是擔心他的狀態 好像不是最好的時候 六個馬 紅海勁敗Streetboss 濕地一定沒問題 下線敗 上場馬只有一隻和小子彈 在後面追 兩隻馬一起追上來 追得很厲害 這次有一個類似的路面感 我覺得這次仍然可以在爭位置 七六馬 標之雲端 Ocean Park 下線敗 濕地特階的馬 但試襲是初起階段 剛剛輸給自強不適 回到一般的 騎下去也不肯走 我覺得還未夠狀態 包含螢馬 我覺得這隻馬應該有用 是Suport 下線敗 又是 下線敗 Ocean Media 但上場看見他在好地 我都說了一件事 這隻馬 千四不太到 暫時 下年才行 這次濕地 我怕他更加不到 對氣量的要求更加大 所以我放不下去 建議不到給大家 雖然有個轉變 配備 但我覺得下年會好一點 給他一點時間 九號馬 智來金 排十二檔 用艾杜娜 上季色爺馬 四十五分 現在四十九分 可能有點偏浪 季內跑了兩場 兩場都是佛線足塵 功夫正常 但是 暫時還未有足夠 十五馬 愛馬線 今晚是馬房 增分的棋子之一 剛剛上場 均速回來 被一隻能文能武 走掉了 但他都可以頂到 後面那隻馬 濕地完全沒有問題 狀態非常之好 甚至有十三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選擇 而且特別 最近試過貨集 明顯地更加進步 用潘頓 不是賀明年 今次用潘頓 前置 好位 濕地不錯 試襲試得非常之好 應該可以贏馬了吧 十一號馬 領航聖心 這隻是Secret Force 用了楊明倫 介紹一下楊明倫 給他 終於有馬騎 但近況上 都是一般 試襲 都不太好 所以要給點時間 十二號馬 這隻事必非非 評分有優勢 排一檔 前置 濕地完全沒有問題 上線 濕地 離地沒有問題 貴內 跑了八場 有四場 但最近的兩場 跑得不錯 剛剛那場 用潘頓 他擺明搏 但輸給村郎 冠區 那隻馬 減了榜 所以沒有辦法 他在這組裡 可以繼續爭位置 贏就應該難些 評分不是特別的優勢 十三號馬 團結一心 我搏了一件事 Burgandy 濕地突階 中距離馬 所以這次忍著和你爆一段 不排除 他可以偷到四重彩腳 但是是邊線馬 減掉兩分 更加好 後面馬方面 紅中獅馬 應該要下年吧 不是千四馬 近況不太好 後面馬方面 勝利之王 雜視得很好 又好 真跑 又怎樣也好 總之 他總有辦法 跑不出水準 補出來也好 最多是四重彩腳 撿回一個好檔才行 二號馬 後備二 普通精神 連續兩次跑一包 完全未準備好 拿出來 適應一下減分 下年才行的馬 看完細馬 喜奧龍 金鼓齊聲 和盈樂 我都是邊線一點 甚至一隻團結的心 但是 我會稱高小小小 紅海勁 為字馬 時必飛飛為字馬 但是全組最健碩的 港南福將 也很健碩 大日牌撒得當 但是 未必這麼好跑 這次 愛馬線 我拼他會進步 第一 失地也是應該厲害的馬 去到第六場 三班的千二米 這場馬有很多新馬 舊馬方面 知道載勝和威力斌騰 一號馬 這隻知道再勝 這次不是周俊諾 用了中逸禮 相場在內蘭 只有他一隻 很明顯 他贏了威力斌騰 和李詩我拼 騎下去威力斌騰 好像不太多 但見到那隻知道再勝 在內蘭 可能濕地 第一 第二 有班 他贏得很合理 還要用前置的跑法 就是跟前少少跑 當然是惡 這次 我估計 他應該能夠搜到二三位去跑 如果他能夠起步順利的話 不排除可以再贏 以後馬威力斌騰 先用Swiss Ace 跑了六次 四win一匹 只是金工季初出那場跑的第五名 今年明顯不是上年那隻 但明顯是有進展 越來越好 不是搬頓跑 是用布雲跑 我覺得 托腳 這隻馬可以欠位置 但感覺上 好像真的 不回到最好的時候 和平均可能有點浪浪的 三個馬長勝霸距 季內曾經在谷草上跑第二名 冷門 14倍 上季六分贏完馬後 他连续赢了两场,都是排一档的 这次他排了二档,也是好档 但是他过分是田草跑 第二,他好像现在也不是上年那么合适 第三,平分很浪 除非是一个好理前置的偏差 Chemius Awards 会没问题 4号码金发盛世上季用得多 今年一般,今年全年都在减分 73分,减到来现在67分 感觉上就不够合适 最近的试货集也不一样 拿出来当市集,减减分 五号码友谊喜悦,引入这款码 希望阿闪生安息 最近来香港之前,连赢两场 而且越赢越轻松 这款码叫Mosashi 这款码是三班完全没问题的短途码 初起阶段 最近的货集,打算赢得赢得 试下去,不知为何 但之前有货集,他赢得轻松 他历水上还未够,能力上是有的 这款码是湿地完全没问题的 即是Norton Media 但是 他赢得软地 但状态真的未够,能力上是有的 用阿潘明辉 是冷门分子 他们也是带羊毛面枯 今次我不敢说他在这组里够赢得赢得 因为状态真的未够,但 不排除三四重彩会接近 6号码 用冠王只排14档 第一 第二 就是一只码未得 所以不得的时候 就用哪个? 用嘉利 七六码 八心之威 可以不可以也好 都排一档 可能会帮到手 但65分仍然延浪 你要记住这款码是四班码 上季跑得很健康 今年他有1200气量 然后仍然有些鱼勇 初出的时候一千就能偷到你 但排得一档 但当时是谷草 现在用田草 应该是减分期 八号码开心高球 上场就当没有跑过 上场就用何宅瑶 上场用潘顿 之前用暴民两场都赢了 两场都很换敌姿态 但上场用潘顿 跟着回来就没有 回来停 会不会因为湿地不行 会不会是一只四班码 我有点懷疑 虽然他是BTSR 和上线MHR 擺明是一些湿地特别厉害的码 但感觉上 他好像有点退退地步 我担心这件事 在三班他要再证明 多一点给我看 九号码 叫人名区 我认识了很久 在外地一出一胜 在Balena 赢了一场 远地赛 赢了两个几码位 对手不算很强 六十四分 我觉得是给他多了 但是 来到香港之后 他的杂 很吸引 刚刚输给自权不息 他按住 很轻松上来 再之前 就赢过杂 赢了欢乐自保 也是很轻松的 他是很熟 很肯追马的马 看见到的狀態 虽然初起 但是 好像已经够能力 赢了 潘顿 已经固定 这只马初出 排十二档 希望能够追得切 因为 你只是对着这三班 恶马 但是 算他的神操走势 可能是一只好超班 来的 收口马 现在升专神区 古东尼今年 购买了很多 PP 完全没有走势 操不起 也好 本身能力不高 他在Packingham 在Benchmark 64分 都是输给 The Cruiser 之前 Cofield也输给 Susser Step Susser Step 都是这三班马 所以我看他的形状 我有点担心 我说了很多次 McPrice肯买出来的马 未必说 那么好 所以 我依然 我也是普观望的态度 三班要进步才行 在高东尼马 三班应该可以 因为高东尼是一个很聪明的列马师 但是近方 还未够他 11号马 卷卷有神 另外一只澳洲自购马 这一只是Street Boss 你看到他 在外地 就赢了烂地 在Utsuka 赢了一场马 但是赢了两个马位 又够64分 不知为什么 Utsuka赛事怎么够64分 很奇怪 63分 也给他多了 之后 看到他最近试集 也是慢时间 回来 有少少走势 之前输给 嬌阳明区 也输得很远 我觉得他是初起 两只高东尼马房的马 这只交往牌 是好一点 但是 感觉上 在这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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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他应该是62分 赢了一个马位 这只得63分 然后再看看 他在最近试集 很漂亮 赢了五个马位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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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不算很快 但是越走越厉害 我当时跟马犯说 你这只马尻尾和尼尼尼特别厉害 可能三班不需要减分也行 我这么说 希望三班可以赚到一个特別奖金 但是你看他慢过 陆组光谋 是慢两线半的 有少少觉得马,试泥杂,试得好,是应该的,因为湿地和泥地特别厉害 真跑的时候排八档,我不排除他可以跑四重彩脚,但真的只限于拖脚 13号马龙藤飞长,上场跑直路彩都不行,回来时间不慢 可能因为黄转的关系,他有飞的,但最后斗下去就被佳燕精神走掉 爱兰特别好,他有少少受阻,状态是OK的,但现在61分很尴尬,减了那一分落斑会好些 14号马逆史奇巴,状态是OK的,因为他跪内休息过下来,上场都肯追,跑过第四名 打了第四名是没什么威胁的,他在爱兰赚回来 之前那一部集我都说这一部马选状态是有的,但感觉上还是难赢 第二,好像没有平分优势,他现在可以不减分就直接下去四班跑 如果他想拨头马可以这样做,在三班,难啊 没有后备马,但是知道了姓威力奔腾一定要选择,至强不惜是逼选择 然后开心高球,友谊喜悦,两只马,一只PPG上来,换人,湿地会OK 但友谊喜悦肯定有能力的马,我选择回来的时候就说这只马三班一定有马赢 是状态未够的,而且我通常见到遗产执行人这几个字,通常都小心点 很难赢,希望能够帮阿辉哥赢出马,但这只马,感觉纯进度还差一线 他在香港没有试过集,能力就有了,状态是初起的 邀阳明驱,试几次集,告诉我,这只马应该很有能力的 所以找他走投,排十二档而已,但应该有四五倍的 因为威力奔腾和赤道再胜应该扯一些票 第七场,沙田银平,三级赛12米 93分的洛满贯,应该要受用37磅,现在是20磅而已 所以低一点,其实由六七八号全部都蚀榜 由马金串贵人,一级赛冠军,如日方钟,快慢游人 前置也可以,留着少少拍也可以,后追也可以 你很难赢他135磅,摆明是想破纪录的 即是他贵来想七截还是八截 赢了七场,他想破纪录的,所以成勇再拼多一场 应该马胆也怎样,但能不能赢得到? 我认为应该赢得到的,因为实在比其他人更能赢 这匹马很早的时候,好像有Win银的时候 还是伊银是我朋友拥有的,然后就在拍博里卖了出去 二岳马很眼光,在香港来说是吸制赛常客 前置,中心,但刚刚那场跑第四名,有点失望 回来好像有点轻微回落了,骑下去是不够的 即是马不多,好像被迫爆了 最近试翻过一集,我觉得只是恰可 只是用布纹,让得起这几磅,所以放在第四旋 三个马这只速递骑兵,Ice Bath的Full Brother 即是冰水浴,即是失地,完全没问题 我只是重量都可以跑得到 流星南马,千年卑,其实炎短说了很多次 千四千六更加好,但上场可以 上场可以平方跑,但这场没有复日 让你十磅很小事,应该可以生Q 现在状态很锐,粗气了 四个马,重草成名,去了威哥 看看会不会有进步 龟内跑了八次,也有近的,但只有近字 三级赛是可以的,三级赛是可以的 三级赛的马,二级赛不够跑 最近其试杂很轻松,回到来可以排到第三名 即是马仍然合适的,评分是怕没有优势 不过,纪级赛是很明显高过五六七八 所以不能不放到第四个选 五号马这只八千尸,上场是赚的 连续几次都是在前面赚的 这场会不会在前面赚,不奇怪 但是对手太强了 而且他一千比1200米,1200米要捱回来 这次1200米的对手比他强 要遇到一个湿地,应该未必捱得到尾 六号马进马,风彩 by Piero 下线Teslosa,湿地完全没问题 但我说了很多次的增情 1200米已经追不及了 但是死不肯增情 1400米不够跑,1600米不够跑 迫着跑1200米,差下位置,差下奖金 但是近两场,马真的好像有点不够跑 要不够跑,很简单 你看他前一场,跑第四名 跑这个吸制赛,不是输给八千尸,福日 从总盛名当时还未转马房 那是难追的 他就在前面捱回来 但是这场马,除非是利前置 但是湿地,我害怕他未必捱得到 七六马,维港智囊 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他不可以勤跑 所以他每个月跑一场 休息完之后出来跑 可能会好些 尤其是货走也是轻松的 这只马 应该去到101分 非常进步 上升了49分 他已经有点见顶 我害怕 而且不是那么短马 我早就说是1400-1600马 应该 对手太强了 虧榜的情况下 可能可以差第三四名 因为前置 排他一档 但是真的拖脚稳定 包含马 落满贯 不够分 不够平分 近况一般 拿出来 部署减分 高冬尼今年的马 真的全部都 好像乖乖的 要不然就捉不到 他那些 就是赚钱格 简单说 看完马 金钻桂人 应该是马胆 速低奇兵 湿地完全没问题 然后再选择下去 我觉得前置的维港智能 会比八千丝和进马风彩 近况上 重草成名 级数上高一点 所以也放回第五选 好眼光 又是级数高一点 放回第四选 第八场 二班 泥地千严米 保速会快 有家应精英 标志智能 正常偏快 但是 舊马好像不一样 一号马 标志智能 近况不好 千严不够千米 市集曾经有少少走势 这场马 他肯追 但他也被一只纯细而飞 和超霸性弹出 纯细而飞 超霸性 所以 正常来说 他应该不够跑 胜以龙也是亏的 二号马 这只纯织之星 跑草地 不够跑 跑泥地好很多 当然 前一场排到一档 回来 有少少失望 回来 被胜以龙贏了 他回来 不是很多 但也肯追 他排到一档 但是 你看他 塞了在里面 然后 很迟前望空 騎下去 但 翻火 很健康 其实 赛前 我已经看见他很健康 看见他之前 试集 很好 很好 走势 泥地很厉害的马 唯一擔心什么 十二档 但是 对手不算很强 而且有捕捉 我拼他追了一段 但也是位置马 不要做马胆 这只马 分分钟 十二档 潘顿不跟你用心 跑 但泥地 仍然有少少平分 有少少平分 这一场 十一倍 但是当时是三班 即是假三班 然后放了出来 今年 他曾经跑了几个第二名 但他就是不知何时 肯放了出来 然后捱到尾 近五场 都放得不太快 回货 看到他有试集 回来是好一点 稍好 时间不算快 幸好 快了一场秒 我都说 根本是赢了 不知为什么 有些人还要拗 或者说不能选择 很明显的试货集 我想 在这一组 拿出来做捕捉 扯快的捕捉 但要入前三名 应该是挺难的 四个马 这只用戴文高騎的 星耀王者马房有马配合而来 但近方上 这只马 首先93分 延朗 第二个跑泥地 好像不够跑草地 一定会和他进驳 但是 看上去好像 操作便会较难 这组里 五个马蜆星保区 跑泥地 当然是好 但千严闻的拦拦 六号马 幸运有你 RT Chiller的侦 排上一档 追了一段 但是泥地 不够草地 虽然下四 Já 다�night Stan Media 贏下马 92分之后 只得位置 加上99分 然后减分 93分 好像只见了顶 一页又 好像还要减压分 可能在政场 他再跑到草地 1200、1200比1400好 這隻馬先收拾好檔 七六八號我一起說 原因是我在這兩隻馬選擇第五選 我選擇嘉應精英 因為這兩隻馬都肯定沒有評分優勢 但這隻馬前置 總之跑來地 失萬力不行 只要他前置守住一二位 他可以用周俊落 今次用希威森 我只希望他能夠跟前一點去跑 最近試習輸給智力更生 他也算是OK的 明顯沒有以前那種火 但如果前置跑 可能捱到第四名回來 反而這隻順勢而非 贏了馬之後 分浪上去就不夠跑 剛剛那場跑了第四名 我覺得挺驚訝 因為我是預算他不夠 敵愛心和依神跑 但我沒有想過 連護衛生材都捱到回來 所以我寧願不選他 九號馬鐵木兒要減下分 這隻馬 By Star Witness 是完全沒問題的 但這隻馬 通常我記得要先熱身 最近的思科集 一般的 所以我猜拿出來試襲 10號馬 聖二龍 如果留得太后 就追不及 跟到好位就好些 剛剛跑場1650 就擺明嚴長 也可以跑到第三名 就是這些級數 泥地很厲害的馬 貴賴跑了五次泥地前驗 就贏了三場 兩個第四名 上去二班之後 贏了一場之後 就 評分落了86分 就難了 也挺破天荒的 也不是破天荒 贏了馬之後幾場才減分給他 但是呢 至於這個路程路有專長 快無速 慢無速都無所謂 而且這次還有一檔 正常來說是要拖 但是真的沒有分在手馬 拖腳 11號馬超霸性 跑草地 泥地也沒問題 跑草地 可能還有評分優勢 這隻馬房最高分的馬 很難得 這個馬房有隻二班馬 起碼是正正路路的馬 上場遠地就輸了 但是他之前跑草地 濕馬尼 跑過第二名 告訴我泥地一定沒問題 唯一擔心這件事 就是 跑完那場泥地之後 連續兩場都跑得一般 佛線捉塵 真的 看到他剛剛在前一場 輸給的愛心那場 輸給東方菲映 跑完當家精神 跑前千賤位 告訴我評分未必有優勢 濕地未必很好 但是泥地會好 所以我把第四選擇 輕綁 12號馬連少有威 贏了兩場 連續 其實他初出的時候 都說泥地一定厲害 所以跑這場泥地的時候 已經信心很大 之後就泥地跑到第三名 上了三班回一回 連續贏了兩場 剛剛那場還贏了輕鬆 原來跟著好位跑 遇到快步速更加厲害 最近贏了馬 4月23日之後 再試襲 輸給張登傑彩 他很輕鬆 我覺得這次排了五檔 用何澤堯 守住三四位跑 正常來說 他的榜仍然是好 所以正常來說 應該是馬膽 配合那隻陸續光望而來 都是同系人馬 看完小馬 我覺得聖二龍超霸性 加應精英 雙人進知聲 加應精英 純勢而非 這些馬 全部都很難贏 反而年少有威 好像跑泥地還有水位 我想臨場 未必說會大熱 應該也有四倍 我會賭WIN比 第九場 三班千四米 十四個正選馬 裡面有 一二三四五六 有六隻馬 兩分以上 後面馬有兩隻 步速方面 應該是正常 有隻勤力十足 但未必說很快 但勤力十足上場 我臨場也有選 我說這隻馬 好像有些體力賺 但賺體力也不夠 原來 因為他就真的不夠 沒有評分優勢 因為馬是一代天驕 本身應該找巴道跑 巴道試得很好 幾次試襲 起碼看見他有勢 明顯勢比以前阿希斯 這次又 繼續戴眼罩 眼罩會幫好手 而最近看到他試襲 戴眼罩很肯走 這次排一個七檔 用霍宏星 應該換到少少賠率 第一 綁重 但是千四米完全沒有問題 對手 這一組馬也沒有什麼 即是贏田祖千四米三班 但是他一出的時候 就輸給什麼馬 輸給那隻叫做 身力高升 跑好少少 應該有比 裡面的奧游氣泡金池 這隻馬 他迫到裡面的馬 氣減 所以如果跑得回那場水準 我覺得在這裏 應該夠贏 而且有賠率 二弱馬加州王仔 初出的那場 我就說這隻馬 可能有些能力 三歲仔也好 結果 一氣跑回來回到第四名 上場其他辛苦 和扣女 用金王相串 金長馬 上次排十一檔 今次排九檔 應該可以跟好少少位 其實這隻是正路馬膽 但是始終還未贏 三歲仔 那麼重磅 我寧願減回一代天驕 三號馬進益善而不短 應該 很明顯不是最好的時候 上季很好的時候 都是74分 現在大概贏馬水平 但是現在的狀態去不回最好的時候 狀態明顯還未粗氣 所以要給他一點時間 四號馬聖神威 又是 炎兆有威 和陸續光芒的那一系人馬 Fiorante仔 下線米 湿地完全沒有問題 長一點也沒有問題 看血統就應該跑長一點 媽媽跑到1600米 但是爸爸跑到3200米 這樣夾下去 看會不會1400米更加厲害 因為如果他只跑得近象水準 就是剛剛那場贏重創派對的水準 贏天鐵翼的水準 贏天鐵翼的水準 不夠贏 只是擔心這件事 塞地完全沒有問題 1400米應該沒有問題 但始終暫時是 谷措的form line 我覺得這隻馬是厲害的 但是 是不是厲害得那麼厲害呢 要看看他進展 我覺得在這組裡拖腳穩陣一點 好 我剛才踏席聖神威 我都在市集港那裡 那一隻馬明顯地進步了 明顯地生了 騎下去有 勝利才子 昨晚回來跑的第二名 還要是不良於行 所以這三班一定沒有問題 這件衣服呢 不如這麼說 這件衣服是Mary Slack 她是南非人 她在外地 在英國跑 贏了1200米 1400米不夠 都是位置的 她就是一隻1200米 Dark Angel 我講了很多次 Dark Angel 通常是1400米的馬 這次過來跑 1400米 第一 第二是濕濕地 也對 用報紋 未必能換到賠率 但可以搶腳 三重踩一腳 第五選 我硬要選擇潮州精神 原因是一個 因為他Soul Star 雖然是三歲仔 但是他 歸內跑了幾場 都進入前五名 挺準 神科 有狀態 試襲 肯走 輕鬆 所以我就覺得 不如駁他進步 差了第四名 反而七老馬 六色有料 跑1400米 嚴長 我之前說過 他好像經常試襲 似得好 但真跑的時候 鬥都輸 一有馬拍 他立即停 我怕濕地 1400米 他不夠氣 馬馬勁力十足 上場明顯地初起 我打算賺體力 結果回來 都散了 輸給紅愛四 沒有辦法 但是 頭幾名我全部都有 博光波都有 博光波初起上場 我也特別講 紅愛四也有講 但我沒有拿來做膽 因為我都說這隻馬 做好了很久 但回來是散的 越來越退 狀態真的不夠 第一 還有評分沒有優勢 上季贏馬66分 現在他有66分 但上季比現在很多 他要靠賺萬步速 我怕沒有一個萬步速 給他賺 九號馬 川崗貫區 我這次沒有選擇 雖然贏馬是濕地 凤凤聲在村民追 但上次黏地 還要是你試必飛飛 那些真是普通的四班馬 這次你跑回真正的三班 我怕他未必可以 當然他可能會進步 但必須要進步才行 我之前也說過很多次 1650米他不鬥 捱 差一點 1200米嚴短 1400米突雞 我很肯定說過這些話 上場姿態很好 但這次我寧願要一隻 前置少少少的潮州精神 這次一批對手不同了 所以我寧願要潮州精神 沒有要到村民館區 但頭柱四龍彩會拖 獲馬超勁寶寶 這場馬是否偷到雞 他閨內偷雞 他控制得很慢 無促去贏四班 連續兩場都跑得一般 我怕還未足夠 11號馬很如意 就排了五檔 但你見到他的StarCraft 跑了兩場都完全未適應 最近的功夫也不多 減分再減分 看看桂尾可不可以 立刻在四班幫馬房 可以爭取一場很重要的頭馬 12號馬 這隻是魅力一心 上場在濕地跑過第三名 他黏地跑過第三名 後退上來 但是他僅僅過了電子傳奇 和開心寶貝音一起上來 我能夠說他跑得不錯 但只能說不錯 是否濕地特階 我想是 因為他是一隻Diff 前面馬都停了 回到來他也不太多 過終點還在騎 有些小的 魚小不錯 但是 用戴文谷會適合跑 但是證明不夠潮州精神 多了 所以我暫時都是放下去第六七選 我怕他 林祥的地不夠濕 我不想浪費一個位 簡單說 13號馬 四季起 好慢步速都贏不到 我告訴我 評分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很大的優勢 輸了這場就減了 已經減了兩分 輸了這場就下班 下班 下班就好一點 四班跑1200也不太短 跑一場1400 1650也不太多 我之前說過很多次 這個馬房的PPG 真的會贏的不多 這是其中一隻 然後就順勢贏 下班那場就激死我 二十幾倍 回來輸 被人走掉了 追不到一隻 天來非天 沒辦法 有一倍 搞不定 原來是個Q 八十倍Q 賀言加克思 但是 跑三班就難一點 似是要減掉那分 下班才用 當然 濕地會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 似是要等一場 對手很強 看完細馬 加州王者 聖神威 很明顯的 這兩隻馬一定會惹飛 跟著 撼天鐵翼 勇阿布文 也會惹飛 潮州精神 川來貫區 和魅力一心 順勢贏 我會放進去 四龍彩腳 那類 一代天驚 是經重磅 但是 邦浩霍這個種 濕地特階 特階 是 邦浩霍 以前 最快的 濕地特階 以前 有 太陽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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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理會了 但是 太陽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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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美國種 Dupurv Dupurv 也是濕地特階 所以這次 如果跑濕地 會對的 而且這次排七檔 是不差的 可以跟前一點 跑 我就覺得這隻 可以倒 win play 因為我覺得 級數上 明顯高過這一節 這一節 只是聖神溫 和加州王者 不知道有多少 差點漸了 後備碼方面 兩者 後備碼 附庸莊 優先 次序排四選 像是 減分 63分 請神 應該是後備報名 加入 報名 報名 是用 報名權 下次 等他跑回1200米 好似接下來 還要來1200米 到時再選他 美章賽事 3班1400米 報速方面 我看到是正常 未必特別快 一王馬添落二 用梁家俊 這隻馬 曾經跟他用梁家俊 贏馬 贏馬那場 我也特別說 他在那邊賺光 找到α力點 所以贏得遠 未必特別超班 所以加10分 我說了很多次 有些人不相信 加10分 未必贏到馬 我說了很多次 只不過是贏得遠 擺明 贏得遠 對手差 未必大超班 結果到現在還未贏 上一場就爆了 最近其詩集 肯走 狀態不差 我覺得他是輕鬆的 在重快的集 也是試得很輕鬆的 一隻仍然未見到的馬 Modern Ready 初出跑1400米 都不怕 應該不怕 近況當然可以再好些 不過 純粹計算那個狀態 在這組裡 可以一爭 但是 是否贏定 不敢說 我不會見到Win Play 一隻馬 有能力 鬥志好鮮明 排內檔 希望內蘭場地 不會太過不利 應該可以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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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那一場馬 都能跑得很難 前置馬 回來了 上場他可以慢放 這次他應該慢放不到 而且我之前說過 1400米 真的稍稍延長 已經有特別獎金 贏了兩場三班 浪的平均78分 有少少浪 1400米他要靠慢步速 但這次應該沒有慢步速給他賺 我猜難一點吧 三馬至勝時機 我猜馬是快要來 但沒想到 原來 前組1400米也好 上次贏了濕地 上次是濕地幫到手 他贏了中橫天下 一定美麗不厲害 但他一旦彈下去就彈掉了 濕地突加 第二就是 平均有回憾 優勢 這組已經跑起了 但現在贏了馬之後 去到高位77分 我覺得有少少難度 四龍彩腳 四龍馬實力派 不懂得贏了 一組來香港之前都說 他在三分馬 遠目記載這隻馬 試襲試得很好 那時候可以買 沒買到 一路跑 在吸地賽中跑到位置 但他真的沒有進步 濕地突加 但在這組裡只有位置馬 我初選錯了 四號應該是實力派 不是添樂意 但位置馬 五號馬姓益善 這是Burretino的兒子 英國自購馬 下線是Chaniel 通常是濕地特別厲害的馬 在外地叫Tyron Poppy 在Chester贏 在York跑第二名 兩歲條件賽 他輸給Street of Gold Street of Gold 剛剛我在聊天 而他是完全不夠人跑 三歲沒有進步 Street of Gold 很小隻 所以我對於兩歲的FORM LINE 有少少保留 我覺得這隻馬未必很厲害 看看下季如何 路馬超級龍珠 馬房不黏 明顯是有馬配合而來 但你看看是否有馬配合而來 你就知道這隻馬要不要拖 我覺得這隻馬 如果計算死數 好像不夠志成時機那麼好 當然 失地會突出 但上場沒有 潘頓沒有跑錯 當然他一起步的時候 就捉住 但完全走來碟 但是 他沒有辦法 走不到外面 但一起步就失了先機 但他贏馬那場是慢時間 有少少擔心 不是級數 我寧願選一隻志成時機 沒有選他 七六馬大學生 會前置 但是一隻不厲害的馬 減馬分 八學馬電子傳奇 沒有平均優勢 四四五五的腳 他就是一隻沒有平均優勢 就是四班上來 三班 靠賺的馬 靠慢步速的賺 濕地會沒有問題 只是一隻四重採腳 九號馬金百令 賽前士集很漂亮 但是上場跑下去一無是處 黏地的關係 這次會不會是黏地會影響他呢 但是士集很厲害 但是真的 上場用梁家俊跑得很頑 這次換了何澤耀 看看會不會進步 一隻我不敢劃死的馬 但是上場真的身亡 馬王師有馬配入而來 數學馬論文 用家俊應該先減分 本身這隻馬 由頭到尾都說三班 最多三班會贏 我亦都告訴大家 很多次 我的背景 跑這場之前 但不得瘋錦錶之前 還未贏過馬 那時候有二十萬 我給別人看 沒有人要買的 跑完 贏完這場二班 但不得瘋錦錶之後 竟然 出了百二萬去買 然後說 神經病 不要太狼 撿人家 用了幾次買 不知道 但從頭到尾都說不厲害 有少少走勢 開始有少少追勢 但這組都應該難少少少 三一號馬 這隻是天天得樂樂 我朋友九檔 我看到他 去到六十六分 真的沒有評分優勢 剛剛追下去 好地 騎下去 完全迫近不到 紅愛四 和神虎龍區 其他馬 失望的時候 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追一段 跑第三至四名 這場馬 要過的馬 起碼三四隻 我選不到他 十二號馬 標之兩字 明顯嚴短 初起階段 所以用中逆禮 也應該 難些 總之熱身之後 會更加好 但是 我好記得 他 在季初開來日 他已經用中逆禮 所以用中逆禮 不怕 反而不用梁家俊 我覺得更加對 我不喜歡用梁家俊 馬會肯走 失地會沒問題 千四位初出 不會嚴短 不會嚴長 我不排除四重彩腳 而且會是巨冷 所以我就放到第五選 十三號馬 銀量光速 上那場 軍速不多 但前那場 算是厲害 後追上來 那場馬 時間偏慢 偏慢 步速之下 可以這樣追上來 跟天外飛天 他是厲害 幾步已經過了天外飛天 我覺得他在這組中 可以繼續爭下 三四重彩腳 因為他外地的形狀不厲害 他現在 叫Chain 在Chris Waller上 三班會進步都會偷笑 但是 見到阿威哥弄了這組 真的不錯 XOFIA 下次問Kamaz Sup 也是特別厲害 是十四檔 怕一怕 但因為這件事 換多倍率的話 我寧願要一隻 都是排外檔 但上次買名書給你的 天外飛天 沒有評分優勢 下一班會好些 他贏完那場 真的會激死我 盡量 但是 上到三班 不夠跑 就是這麼簡單 我經常都以為這些馬 要跑長一點 或者跑泥地1-650 但是當然 他是練馬師 我不是 我不會給這些 評論 後備馬方面 一定美麗和聖神 如果寶刀出去 一定美麗出來 就拖票 因為狀態跑起了 聖神寶刀出來 我想難一點 14米 看完細馬 添落意 因為他不會大熱 第一 他應該還有分在手 狀態初起 但是鬥志鮮明 手好位跑 應該失地沒問題的馬 實力派 沒得不選 拖腳 致勝時機贏 沒得不選 濕地特加 如果林祥沒有濕地 小心點 應該是3-4重彩腳 電子鑽棋 4重彩腳 金八零 超級龍尊 4重彩腳 但是天天得樂 也是 但我就想想 不如選懶點 吃屎吃大塊 因為1-3-4 3重彩馬 很兇 標之量子 明顯短 但是 濕地 可能會幫到手 放在第五旋 銀亮光速 明顯一隻 好像是 可以有些寄望的馬 未必需要下班的馬 但是 在這組裡 只是 夠差3-4重彩腳 好了 倒數第十三期馬 蔡爾漢馬房 張登傑彩做好了 但是排檔衰 永遠美麗 有一隻銅珠馬做榜 應該在這裏是最兇的那隻 看看濕地 1600米也沒問題 水晶酒杯 對手強 但是三隻馬 這三隻馬都做好了 幾個人名區也做好了 看看這四隻馬 跑得如何 四隻馬都能爭取勝 好眼光 和速遞奇兵 我覺得速遞奇兵近況好些 致勝時機位置馬 美麗的心位置馬 整隻手都好 只是天進寶 一般的 但是這隻馬 不知道為什麼被何疾堯 羅虎拳馬房贏到爆位置 光臨複將位置 開心高球也是 連詩尾威贏得 天樂意贏得 手馬惡 又是 遙本輝馬房得勝多 希望這次繼續有好表演 有紅利是應該贏得 堅又威這隻馬 是不是 應該 又是那班團體來的呢 應該都是 應該都是 Upper 不是 不是Upper 無論如何 這隻馬 要拖腳 有移喜悅 我覺得初期未夠 但是 一隻三萬有能力的馬 四重彩要拖 白靈要拖腳 我會 呂建威馬房 看到 全日應該是 銀亮光 和重草成名 邊線馬 方家拍馬房 那四隻 我想最好應該是 村王冠軍 但是限於拖腳 沈三城馬房 帝王寶寶是邊線 金鼓齊聲 是邊線 維港智能 可以爭位置 上鑽之聲 當須為字馬 後面有一隻 一隻 高冬齡馬房 第三場應該一隊 都會搏 軍有神好 過一隻 勝鑽神居 未夠 加州王子可以爭位置 文家糧馬房 進王星是位置 中環十六位 視龍彩腳 刀柏名區是位置馬 洪海勁 是位置馬 至強不適 冷門視龍彩腳 金鑽貴人應該贏馬 甜子傳奇難一點 五盆之馬房 陸續光明是正常的 好分的 好分的 WINPAY 我會建議特別留意 一代天驚 可以贏的 標指兩指是四重彩腳 偉大馬房 我猜難一點 整個馬都 不覺得突出 希斯馬房 下了 這隻鹽牆 配偵勝數 加雲才 最多 團結一心外蕩 最多四重彩腳 其他馬一般 沒什麼平均優勢 黎潮星馬房 拍住希斯 但出馬 出少了一半 聖神威傳 其他馬都比較穩 這隻聖神威 看看有多厲害 今次會見到 見到底牌了 我覺得仍然有上升空間 Q可以爭 賀賢馬房 北海道 三碎 但要拖腳 北極光 三龍彩腳 福角布 威力奔騰 順勢贏 四龍彩腳 實力派三龍彩腳 成手馬 邊線馬 初衛賢馬房 那五件 最好應該是聖二龍 但沒有平均優勢 非凡之聲都好 但濕地千四米 我怕不到 用天馬馬房 逆史奇巴 加英精英 潮州精神 超級龍珠 近方好一點 邊線馬 古龍馬房出三隻 我猜是門王族最好 看看追多 葉昌馬房 頭場是珍珠哥手號 後面那群馬 超霸性的位置 鄭俊偉馬房 年年有幅可以爭 賀馬線可以爭 賀良馬房出三隻 勉強天天得落都是位置馬 除非凡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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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福奇可以好賺 跟前少少好位去跑 輕綁 濕地 16米 應該是可以賺 而且應該有些賠率 妙家輝 只是位置四龍彩腳 高白身馬房出一隻 論文應該低少少 妙禮德 出兩隻 坎天鐵翼 和士必非非都是位置馬 兩隻馬都難贏 希望到時有個明確的偏差 我有五六隻馬出 我想都是位置馬居多 美麗同享就是一隻 未必養得起 那隻 永遠美麗這麼多磅 另外那隻 最多福 濕地在前面賺 狀態做好了 當然可以更加好 但看看這次會跑得如何 天時地利人無 還有看看 後面 那隻叫做 一代天嬌 我覺得夠贏 標誌良知是嚴短 熱身效更加好 我早晚都跟朋友說 我一陸續光芒 和連少有威 兩隻馬都應該 惡得很厲害